欢迎回到欢迎全世界 白宫国家安全顾问Solivan在日前透露 他正在跟国混讨论这个跨党派的大型法案 也就是台湾政策法案 Solivan也表示呢 这个法案的内容有对于如何强化台湾安全援助 但其中呢也有一些部分是会让白宫感到担忧的 中国大陆驻美国大使馆的发言人刘鹏宇就回应说 中方敦促美国国会要停止推进这个法案 并且表示呢中国会坚决采取反对措施 台湾政策法案的内容呢 现在已经引起了行政部门跟国会之间的互相拉扯 在目前所透露的内容当中 我想请委员先告诉我们一下 您看到的这个Solivan口中所说 会让行政部门担忧的内容是 这个法案事实上包罗万象 主要第一个是主权象征的部分 第二个是跟台湾政府怎么互动 第三就是最大的那一块就是军事 那至于经济教育那个是比较次要的 那我觉得Solivan Care应该是主权象征 主权象征第一个就是 那个驻美机构要改为台湾代表处 主权象征是最敏感的部分 可是他有一个专章就写主权象征 那第二个就是 他这个主权象征他写的蛮清楚 他说official purpose是哪些场合 包括国旗还有军方的徽章 那美国政府只要这个法律通过之后 都要允许出现 不得限制 代表处尤其改名 双向元以后也可以升国旗 就基本上就是 基于官方使用的一个交往的场合 或者出席的礼仪的场合 都允许出现 第三个这个也有象征性 就是正式把台湾的非北约主要盟邦 把它文字化 把它写出来 这个事实上隐隐约约有 那可是没有把它写出来 那这个就会连到了 他所谓的对外的军事采购的 所谓的fast track 走快速轨道的项目 那审查的程序会变要有效的多 而且这个代表处的代表 还要经过国会同意吗 经过参议院的那个confirmation 我们说确认 不过这个如果一旦通过 而且改称为 AIT的director改称为representative representative 如果这些通过的话 会不会就是无名却有识的 让美国就间接的 等于是承认台湾 我认为除了两个东西 没有之外其他大概全部都有 那这样会不会踩到红线 一个叫做外交承认 一个叫做共同防御 除了外交承认跟共同防御之外 美台的所有实质项目大概都进来了 那这样的话不会踩到一个中国红线的问题吗 你还问我呢 这就是摆明了 就是中国大陆讲的虚化与掏空 是啊 就是除了外交正式承认之外 还有共同防御之外 它规范军事的部分也非常实质 就是要怎么介入来协助台湾 但是很多所谓的犹太的法案或决议 我们都知道就是国会可以说话 还是不能强制 不能强迫行政部门 不管是白宫 国防部 国务院 所以即使通过的话 拜登还是最后 他可以签署 签署的时候 他可以有一个所谓的英文叫做signing statement digital 违宪 虽然我签署 但是我先告诉你 同时我签署同时告诉你 告诉大家告诉国会 我觉得是违宪 这个法不是像以前那样的授权法案 它有很多条文写的都是 你不得限制 它有比如说跟台湾政府的对待方式 它就有直接讲不得限制 但是这个不统统一定要做 可是就是 那看你认定的问题 对啦 可是你不能阻止 比如说台湾的官员 带着有徽章的衣服进来 你不得阻止 不得 对 不得限制 这个导致在说 因为不管谁在执政 不管是国务党或民主党在执政 导致后他们真的会说 这个是外交的 外交方面的 是我们信众部门说的 而且他们会有state department 他们很聪明 很优秀的律师 会出来的时候 这是我们自己决定的 这个法案就已经让我们能够讨论这么热烈 果然Ross是律师嘛 所以到时候是怎么认定跟怎么执行的问题 你知道在拉扯当中 最近就看到这个美国国会议员访问台湾 我进一步请教Ross 因为这次来这个美国的民主党籍的众议员叫Murphy 他在7号晚上去率领这个跨党派的访问团到台湾来 那当中有八位跨党派的众议员 他们关注的是台美关系 还有包括区域安全 贸易投资 全球供应链等等相关的议题 那这次这个率团的Murphy也是军事委员会情报 即特种作战小组的副主席 可以先请你帮我们介绍一下说 这个情报特种作战小组 它的内容是 这个很简单 因为美国在这个军事方面 国会不管是众议员或参议员 他们有军事委员会 然后军事委员会有分不同的小组 不管是绿军或空军 海军特种部队等等 那就是做一般的检读跟预算审核的动作 所以我觉得不用太过度分析 它是在这个小组 这个国会议员还是要做这份工作 基本上是一个监督的工作 但是不能以为它真的是一个专家 说实在 Pelosi 他8月初来台湾算是A卡国会议员 A卡的 接下来Marki Senator 他是参议员外交的国际关系 这方面的亚太地区的这个小组的主席 那算是B卡 这位呢 我们已经到A卡的国会议员了 他来台湾前 国会议员也有度假的需求 他来台湾前 所以我们是只能用单纯是看他来度假 台湾谁知道他是谁 今年来台访问 这一团不算了 已经33个 这么多团 这一团不算 然后他8位 这个团8位国会议员 但是我分析得到台湾所有的相关新闻 比如说Murphy摔8位 那其他人是谁呢 他们是B卡吗 为什么台湾媒体连他们的名字都不提到了 议员当中算C卡的 对啊 他没有什么太大的power啊 对啊 会这么会引发关注跟讨论 是因为来到波音那个是A卡 那个是A卡 绝对 你确实也做达成了A卡的目标 他台湾政策法的提案之一 对 好 那当然台海的安全是这个全球在关注 就是说讲到安全性的问题 美国空军负责战略整合的一位将军 中将副参谋长辛诺特 他6号警告说呢 如果中国大陆攻击台湾的话 美国会锁定打击中国的核心后勤补给 让泛台变成史上最艰难的军事行动之一 那现任的这个 就现役的这个美国将领公开说 万一台海发生战事 美国要锁定的攻击目标 是这个核心后勤补给 但是美国要怎么样锁定打击啊 老师 这个 以我所看到的兵器推演 跟我听到的这个讨论来讲 会要 美国会要走到这一步 一定是美国的军事设施 遭受到攻击 或者是美军遭受到攻击 如果只是海峡两岸交战 我并没有在兵器推演或什么 看到美国会出手 直接打击中国大陆的某一个部分 第二个层次才是说 如果美军受到攻击以后 那美国反制的方法很多 那 有些东西也不方便在媒体上多说 那么但是 中共自己讲的 说要他们要练三打三防 以前是打坦克 后来是说打隐形飞机 打巡异飞弹 现在最新的是要打卫星 打预警机 打航空母舰 这些都不重要 重要是他要防什么 过去二十年 他没有改过 要防三样东西 就是美国可能会打的吧 对不对 第一个防精确打击 第二个防电子干扰 第三个防侦察监视 那就表示美国在这三个方面 他会对中国大陆 不管是把你的眼睛蒙起来 或者是让你的飞弹打不准 这一类的东西 其他我就不能多说了 不过黄老师您刚提到说 美国会锁定 我们讲说美国锁定打击 中国的核心后勤补给 前提是在于说美军受到了攻击 那除了基地 这个是fixed 就是固定在那边以外 包含如果是移动的船舰 或者是飞机也算吗 对也算 对吧 只要是美军遭受 直接中国人民解放军攻击 美国一定会回应 那这也是某一种的 嚇阻的方式 中国大陆会想很久 关于到底要不要直接 还是只是在针对台湾而已 所以我们现在最大的问题 就是台湾政策法案 就算过了 总统也做了一些声明 但是北京要反应的 还是修理台湾的 也就是说 这个法案 不管有对台湾多好多有利的东西 它在距离要实现 还很远的时候 那一巴掌已经打过来了 不过美国如果没有实际参战 那就美军就没有 去锁定那个核心后勤资源 对 没有这个前提就存在了 对啊 对啊 不过在这个过程中 就是说在关系里面 也看到这个 有一个国家的角色 我们要来关心的是菲律宾 因为菲律宾的总统小马可 是他在4号就启程展开 他上任之后的 第一次的这个国事访问 分别是要访问印尼跟新加坡 在7号的时候呢 他和新加坡的总理李显龙 签署了多项的协议 包括像位在新加坡的区域反恐情报中心派遣小组 双方也强调要进行务实的协商 达成这个南海行为准则的重要 那无独有有的是呢 菲律宾的外长马纳罗 在日前才表示 将不断地对北京强调南海仲裁 好 从这一次的小马可市的国事访问来看 刘老师 您觉得未来菲律宾在东南亚的外交中心 会放在哪里 不过菲律宾呢 基本上东南亚国家 其实他关心是两块了 一个是南海 一个是台海 那么当然你说小马可市出来呢 他的第一个国事访问到 是先到印尼 就像印尼在区域国家的重要性 杜特地上来的时候 第一个访问国家也是印尼 马来西亚现在手上 Ismael上来也是先去印尼 在印尼那访问呢 当然你谈到经济合作 贸易合作等等 那么更重要的就是 第一个就是加强 分享就是 两个跟中国交往的经验 那么菲律宾当然有南海的冲突 印尼的纳图纳群岛跟中国的九段线这边 又切了一小块 怎么跟这个中国交往的经验 第二个就是说台海的问题 那么是不是东西国家 要有一致的一个看法 那么因为菲律宾很可能会被卷进去 那印尼更关心的是 在台湾有这么多印尼的人 在台湾 不管新住民 劳工 所以印尼也非常关心 然后完了以后到新加坡 新加坡你可以看到 新加坡李显龙也讲了好几次 东南亚其实在改变 大家的准备 也是说 东南亚国家不希望被扯进去 那事实上呢 这个杜特蒂是轻中 小马克思理论上比较轻美一点 但是他又不是那么样的完全靠美 但是总的光谱上看起来 是比较靠美国一点 他有点然后讲到说 他这个南海仲裁的问题 杜特蒂不谈 小马克思要谈 这个南海仲裁的问题不断提醒 其实也是给中国大陆压力 你看南海行为准则赶快谈 南海行为准则 南海行为宣言宣布了 但南海行为准则 一直没有谈出来 所以你可以看到 这个应该得 当然也给中国大陆一个压力 逼着 所以中国大陆 他也加紧脚步 因为你说每个人都在抓东南亚 你看看今年 光是各国的领导人 外交官员 到东南亚认识 多少落意于途 都想抓东南亚的时候 那么东南亚的谈判筹码就出来了 这所谓的东协的 叫ASEAN CENTRALITY 东协中心主义整个冒出来 冒出来 那你中国赶快先我谈一下 这个南海行为准则 中方的回应如何解决 中方也是想说 我要加强快速谈南海行为准则 所以如果南海行为准则 我们自己内部都谈出来了 那你美国人就不必在那边扯 什么保护 什么自由航行 什么这些 那我们去国家自己可以解决 所以这个 如果大家双方的有压力的话 应该是会有一点进展 我小谷一下 美国当然要阻止这件事 对 那明年好像东协的伦资主席 轮到印尼 对 明年是印尼 对嘛 所以为什么左柯威现在当红 他今年G20嘛 明年是东协的主席嘛 已经在副局了 对啊对 好 我们等一下回到 环宇全世界来关心的 史习普会 感谢小伙伴们的支持 环宇全世界订阅已经突破50万了 还没订阅的朋友 现在赶快动动手 按赞订阅加分享 开启小铃铛 让我们一起关心全世界